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3月2號禮拜六 今天一早起床 大概應該都覺得非常的冷 因為今天受到這個 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可以看到現在帶您看到 即時影像是在台北市 外面濕濕冷冷的 而且還飄著雨 今天的溫度呢 在台北大概來到了11度左右 而降雨機率高達了70% 那今天除了台北很冷以外 還有其他地區都很冷 帶您看到了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今天清晨最低溫出現在了 這幾個地方包括像是在 桃園 陽梅大概只有8.5度 另外在新竹的新風 大概也只有8.9度而已 而在這幾個地方 其實感受上都特別感覺的冷 那除了這幾個地方 氣象署也針對了幾個地區 發佈了低溫特報 帶您來看一下 包括像是在基隆 雙北 桃園 還有新竹等等 其中在北部地區 發佈了橙色燈號 也就代表說這幾個地區 有可能會有6度以下的低溫 而另外在台中 彰化還有南投 這三個地區發佈了黃色燈號 也就代表這幾個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感受上滿冷的 那這一波的冷氣團 除了帶來了低溫以外 也帶來了水氣 帶您看到了氣象署 針對這兩個地區 包括在基隆的北海岸 還有臺北的山區 發佈了大雨特報 那除了這兩個地區之外 帶您看到全台的降雨區域 帶您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 透過定量降水預報 可以看到今天上半天 主要全台都有雨 而到了下午開始 這個雨區慢慢往東半部移動 西半部的降雨會趨緩一點 而到了今天晚上 水氣又再更少一些了 主要的降雨區域集中在了 東北角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那帶您看到了 除了水氣之外 也帶您看到了 接下來五天台北的溫度變化 這兩天受到這一波封面 還有強烈冷氣團的影響 尤其是今天這個溫度 感受上特別冷 大概十到十四度而已 到了明天開始 還會再更冷一點 大概是十二到二十一度 不過接下來 到了下個禮拜一開始 這一波的冷空氣減弱 高壓回流影響 所以溫度有機會上看到 三十一度 那帶您看到了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的溫差變化 非常的大 主要要留意的是 除了今天特別冷之外 接下來慢慢回溫 到了中午的時候 太陽露臉之後 整個感受上 都會感覺溫暖一點 所以溫差非常大 那帶您看到了 未來一週的天氣變化 首先帶您看到了 從明天開始 高壓回流影響 全台會開始回暖 而到了下個禮拜三 這一波會又會有 再有一波冷空氣報導 所以提醒大家 要特別留意